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1年1月24日,首显已导有澳洲的甄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甄你好 还有我家产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晒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将一个齐抗疫平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大家都知道,中国和澳洲一面倒的贸易战 其实都不叫贸易战,中国制裁澳洲 制裁了这么久,澳洲于是去千山万水 尋找出口国的故事 到现在,据说他们大麦和小麦 就是这两个最主要的农产品 终于找到人肯去买了 但是到底是会成功得多少呢 还是不过被人当作施舍你,变成一个黑儿子呢 这一节我们来带大家看一看澳洲出口国的故事 大家知道,澳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主粮出口国之一 中国就是澳洲大麦最有价值的市场 因为中国购买澳洲大麦是拿来让走的 而且可以买得更加好价值 澳洲大麦在中国买得更加好价值 但是因为中澳关系交互 中国就对澳洲大麦征收73.6%的反傾销税 以及6.9%的反补贴税之前我们全部说过了 不用担心,新任的部长就说一定找到市场预车 这几天他就说,哎呀,正呀 我们帮你们找到市场了 其实这个市场就是墨西哥 刚刚新鲜滚热的消息就是 刚刚西澳一间谷物商已经向墨西哥发货 就是一批用来做啤酒的大麦 这批大麦就是澳洲历史以来第一批谷物 运到中南美洲 大概三十万五千吨 说回这间西澳的谷物集团叫CBH 其实刚刚他们在Albany 一个说叫Albany在西澳 装了这些货物就去了墨西哥 他们的CEO当然说不用担心 找到替代中国的市场 还有除了墨西哥 我们还可以找到俄国、乌克兰 还有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更加厉害 跟你说沙特是全球第二大的大麦入口市场 所以每年进口七百万吨大麦 所以我们有机 据我所知 乌克兰好像是产农国家 乌克兰的农业是非常发达 他卖到乌克兰 有什么那么大 就是等于卖东西去印度 上次说卖牛奶 卖到印度是一样的 是 当然了 那我说一说 大麦中国一般买多少呢 是买六百万吨的 那现在你买了三万多吨 说到这么大 六百吨 中国卖六百万吨 买六百万吨 墨西哥卖三万五千吨 好笑的 你打烂了别人的饭碗 然后 人家明明说 我们餐餐大鱼大肉 突然拔掉他 吃什么大鱼大肉 吃五餐肉 都是这样的 都是肉 这个五餐肉很多 明明你搞别人 打烂别人的生意 还有是杯水车身 因为连这个农业部长都说 现在澳洲农民不得不把大麦的价钱调低 澳洲大麦只可以作为低价的牛次鸟 出售给 还有他说的大市场 就是泰国 和越南 和印尼 当然了 次鸟价和釀酒的价格 肯定不是同一个层次 当然是 差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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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部长还说 我们有信心 和印尼可以谈判 成功的话 成功的话 就有五十万吨 大麦可以去印尼五十万吨 和中国的六百万吨 也貌持有多大差距 当然了 比三万五千吨也是好 所以很多农民都说 其实这些都是杯水车身 对 你买量 第一 你买量金比中国一单一个国家 单一个国家的量金是盖了全部 第二 连农业部长都说没办法 你的价格只可以当是次了价 人家是用来做啤酒 釀啤酒的大麦的价格是高很多的 但你现在只可以当它次了价 你说死不死 即是原本你的货 越来让名酒 现在你的货变成做次了 是的 有酒不喝又吃 吃珠神 所以这些东南国家说 我为何这么高价买 我来做次了 不好意思 是 我们上等货来的 以前喝酒的 你以为我们养和牛 我们不是日本人 我们不做和牛做的东西 是的 还有说句老实话 你养牛就算被鲍鱼吃 他生产出来的牛肉都一样 哈哈 是不是 是的 我们不会做这些 假装的东西 是 那真是大事 那除了大麦 还有就是小麦 那为什么小麦 澳洲澳洲的暴力部长 就是这位丹特汉先生 他这么开心 是因为俄罗斯刚刚有条最新的法律 就是要对俄罗斯出口的小麦 征收第二重关税 以及取消了俄罗斯出口小麦的部分合同 世界价格小麦 就是这个 就是世界价格 就是我说小麦 都已经是 爆爆声上涨 澳洲国内的人的开心 好像我们联邦银行首席分析师 他说 真正 机会来了 因为俄罗斯总统不希望俄国国内 食品价格继续上涨 他想保留更多的谷物在国内 俄国就是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商 所以他推高这个小麦价格 那我们澳洲就有大大的机会 还有 卖贵一点 是 他说世界小麦库存 过去几年一直都下降 而且东海岸的农民 降降又大丰收 这次是我们十年懒得一月的大丰收 所以我们有机会来 价格可以大买 但是呢 这样说 就算是 现在呢 澳洲找的地方 又是泰国和菲律宾这些东南的国家 那又是要来做猪吃的东西 你怎知道 真的 那人家基本上的文化不是做啤酒 大佬 好啊 要你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他也有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 可以代替 其实他 泰国也有很多啤酒 但是 哎呀他自己也有办法找其他 是咯 我为什么要找你先 钓高来卖咯 以前你有大豪客不要咯 就是说坏点 你有大豪客不可以抽客 你就找我咯 那我们是普通国家来的咯 又不够中国那么大 那肯定是付不起钱的咯 是你自己玩任性咯 你宁愿去抽美国 那你为什么不买回大麦去美国呢 是吧 那说回其实一直以来呢 中国呢 除了大麦之外 现在说小麦 我们 中国呢 都是澳洲小麦的最主要买卡 但是都是中国的关系不行 中国呢 从澳洲进口的小麦 都已经降到九年来的新低 还有我说回说 刚才那个 那他打算出口 小麦打算出口到 泰国和菲律宾 其实呢 过去一年 泰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加上 就准备 准备 不是准备 是真的入口澳洲市物 大概75万公噸 都是用来做智晓的 那呢 两个国家加上75万公噸 那中国一个国家 就买140万公噸 140万公噸 就是差不多 它两倍 嗯 价格当然了 都是很低的 连这个 他们小麦的 业者 这个商会 都说 现在澳洲的 小麦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那这个 又是自己拿来 那同时呢 没办法了 又是将那些 鲜目呢 有几艘船呢 现在都去中东 和去黑海的 去黑海 我们说过很多次 黑海是生产农业的 国家 那你运过去 其实 会不会屈尾十 就是好像我们上次说 屈尾十 运一些煤炭 去了中国 一样 同样的操作 是啊 这个 有没有想到 都有机会 就好像印度 和巴基斯坦 拿了澳洲的煤 之后 其实最后卖回中国 又有机会 而且又是中东 是啊 中东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 这些东西 他是需要 但是 不准喝酒 是啊 我相信 我相信 他最后都是转口 尤其是小麦 没有样子认的 是不是 难道在上面打 小麦大麦都认不了 老实话 但是又这样 现在最麻烦 大家如果做 爱卖的朋友都知道 现在 因为19 所以 那些物流的成本 是大大提高 而且这些粮食 你不是等于那些 普通货 你那些小麦大麦 你始终都要用 一定方法去保存 所以成本是大大提高 还有最大的一样 就是澳币 现在是升到爆爆的声 澳币很强 现在 所以 其实就直接降低了 澳洲小麦和大麦的 国际市场竞争力 所以澳洲小麦和大麦的农民都说 其实这些钱很难赚 基本上 都是刚刚够为比 和以前 叫做稳定的 和丰厚的收入比 差得太远了 你想想 量小 价贵 成本高 就是等于我们今次节目的标题 就是 是惨重的 代价是惨重的 业者都说 其实得罪了中国 就是摩总政府得罪了中国 代价是十分惨重的 当然了 那我们的贸易部长 因为我们都说过了 被很多人肥 他说他不切实际 找印度作为最大伙伴 现在他都不敢点替印度了 因为印度最近都不一样 我们都会有一节节目讲 其实呢 刚刚这个新任的贸易部长丹特汉 其实他都已经致涵中国商务部部长 希望可以结束这个贸易糾纷 这个是他再次试图重建 沟通渠道 以及希望说服北京方面 停止加大惩罚澳洲的力度 我觉得 随着双方的关系恶化 其实中澳两国的贸易争端是不断的 应该说不是不断 是澳洲只有挨打 还有 之前有大麦 葡萄酒 龙虾 牛肉 棉花 木材 还有煤炭 还有很多首船在中国的海域 所以其实 包括之前百名汉 前的贸易部长都说 我们仕途和中国部长取得联系 但是也没有人理我们 因为到今时今日为止 澳洲的外交部 都说一定要大力地查中国的19病毒 那个八婆 拼 他 其实 12月 贸易部长丹特汉 他已经致涵了 中国新任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 是因为人事变动 可能提供一个 破 就是打破僵局的机会 他刚刚在媒体上说 我希望 在我上任的时候 同时都是中国新的贸易部长上任的时候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 两边都是新人 再次打开对话 你叫你的魔总想清楚 尤其是全部都是取决于拜登的 一念的 没错 丹特汉都说我非常非常渴望和王部长进行对话 我也很乐意 很耐心地等待答复 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展开什么形式的对话 其实丹特汉就不愿意透露他是不是 那封信的详细内容 他就不愿意说 只是说自己说了很多问题 还有强烈的意愿和中国是要展开对话的 但是之前那一届白明翰先生做得太差了 所以有点难度 说真的 因为白明翰临走的时候还是很臭串 我是告你 也很好的 那他做了一些dirty job 他就做了 就是把澳洲 就是关于大默征税 刚才说的 向世贸告上 把中国打算告上法庭 那 我觉得有些人就说是dirty job 他做的 但是做这一步 会不会是当是埋了地雷 说他的老师说 又未必埋了地雷 他也是一个政客 他是操弄民粹 操弄到这个地步 是为自己拿好多于为国家 很明显 如果真是一个贸易部长等等 就是一个正常的政客 是不会做事做到那么绝 嗯 还有一件事 就是 虽然丹特汉说想对话 但是去年十二月 圣诞前后 其实摩种也是很嘴硬的 澳洲可能在煤炭问题上 就是除了大默再向WTO 采取行动 其实都是很维会地 如果中国 当局指示发电厂 不购买澳洲煤炭的话 那一定是违反WTO的规定 蛤? 这个人你喜不喜欢买? 关什么事? 是说你的煤炭有问题 是吧? 不是我要轻销 是我要检查你的煤炭 你的煤炭有问题 所以其实 我觉得 继续买两边 是不切实际 不如诚恳一点 好一点 因为每一次好像有少少 想 有少少转机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 好像外交部长 和移民 还有商务部长 那样都是出来 立即 有少少希望的时候 他又出来说一些很臭串的话 所以其实 扯后腿 是扯后腿 你说得对 扯后腿 那当然了 可能丹特汉 都觉得 不一定是可以说服到中国 所以他又改了口风 以前说 印度要优先 印度可以代替市场 谁知道他刚刚又说 我们要优先考虑欧盟和英国 达成子谋协定 希望他们又是代替中国市场 没可能 真的 因为他的理论就是 中国有14亿人 欧盟加上英国 都有5亿人 但人家自己也有农业出产 大哥 而且他又是说 他目的不是跟业界说 他是跟他自己的人民说 其实不是跟业界说 你想想 他又是说买红酒去欧盟 不要那么不切实际 红酒去欧盟人家又发过红酒 是 其实他是向自己澳洲人说废话 我们一定行的 其实是没有套路的了 是 而且你说得对 现在呢 他真的要看看拜登如何 就是这样 因为呢 他希望拜登上台之后 重新加入PPT 嗯 那他又可以抹下车边进去 所以其实他是想着 是的 如果他进PPT的话 那就是有 他就希望走回奥巴马政策 希望拜登 走回奥巴马的脑袋 用PPT去压制中国 他傻了 拜登都第一句 我现在要齐刚逆拼 国内经济 所有贸易协定 我不会和大家说 什么自由贸易 你们通通收声 傻了 还有呢 他呢 澳洲政府就是做了一件事 令拜登很难堪的 就是拜登刚刚要 说要加入这个巴黎协定 是吧 但是呢 对于气候变化呢 澳洲呢 就是觉得呢 征收关税去减少排碳 排碳的量呢 是谴责的 因为拜登他说明 这些环境问题一定要解决 但是澳洲又不跟机 澳洲这件事就很愚蠢 人家转了大佬 你又要想跟大佬 但是你的大佬又跟梅鐸 梅鐸就是拜登的趁家 那你就是怎样呢 所以其实是很乱 是 他不是以澳洲人的利益先 他是以梅鐸的利益来先 没错 自己的仕途来先 结果就玩死了自己 很明显 就好像他们昨天节目说 跟这个Google 叫做对上了 Facebook对上了 其实他就是为了梅鐸的新闻集片 是 省反淡气 或者是怕他没有钱花而已 所以整件事 就是这个摩总一天在 一天都没有运行 其实是要整治一下梅鐸 这些所谓的传媒机构 正如香港 就是 又说回香港 香港是 有些人想做梅鐸做的事 嗯 是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 唉 好乱 因为其实他等会有印度 等会有欧盟 其实是约石乱头 是 总之说出来 我们先有些像特朗普那些 就是什么都乱说 不行再算 是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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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